逮女林珊珊万万没想到自己也有穿越几小说的一篇 别人穿越都是女主 她倒好 连女配都不是 仅是恶毒女配身边的小跟班 林珊珊是一名老师 刚结束工作就马不停蹄赶回家里想看她追的小说 结果小说还是处于停更状态 这让她烦躁不了 她苦等的是一部超人气恋爱小说 野兽之花 讲的是留学生女主伊芙林和帝国内三个最出色的美男子故事 皇太子罗德 公爵贾尼斯 摩塔的主人阿尔温 都深深迷恋伊芙林 林珊珊一边重温小说的情节 一边脑补着三个大帅哥对自己伸出手的样子 还不忘吐槽作者为什么还不更新 正准备催更的林珊珊突然感到一阵血瘀 头疼得要裂开 随后眼前一回 当她在睁开眼睛 陌生的环境让她以为是一城吗 突然眼前漂浮着一行蚊子 欢迎来到野兽之花的世界 林珊珊愣了愣 慌了神地跳下床跑向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的金发小不点 不敢相信是自己 回想着以前万年黑眼圈的资深宅女造型 她不可置信地举起手来 左甩甩右看看 最终承认了自己的新身体 林珊珊一时间接受不了嚎啕大哭起来 当哭完冷静下来后 想着哭也是解决不了问题 决定先梳理一下还记得的小说情节 随后取出笔把它能想起来 野兽之花的内容都写下来 记忆中她叫落地 生在子爵家门 未来是个跟在恶毒女配身边折磨女主 最后下场悲惨的配角中的配角 是为了衬托善良女主的炮灰 女主易富林将在她18岁时来帝国留学 整理好思绪和现状 她只能先习惯这里的生活 学习洗漱吃饭呼吸 一点点熟悉居住的大宅和身边的人 两年后 习惯落地小姐这个身份的她 已经是个亭亭玉力的贵族小姐了 某天 躺在床上看着吊灯的落地 突然下定决心为自己加息 但在小说正牌女主登场之前 找机会和三个男主来一场美丽的邂逅 行动力超强的落地到处寻找了男主们的风险 垃圾桶都掀开了还是没有发现 气急败坏的她仰天怒怒 男主都四大去了 作为配角的她 好像和众男主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壁 乐天派的落地在阳光明媚的庭院 自我感觉还有机会 然而一整个下午过去 落地背喜交加的邂逅一只又一只兔 这是181号 不死心的落地敲咪咪的来到练舞场寻找男主 这里虽然没有男主 但是却有很多清金爆起的肌肉猛男 八块腹肌充斥着她的眼睛 她看了一整天的肌肉 感觉身体被掏空 她绝不轻言放弃 想起故事中常见的套路 一般是出去游玩然后被人挑战 陷入危险后就会有英雄来救我 她美滋滋地心想 那我就端庄优雅地遭遇一下危险吧 正在做着白日模仿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面色和善的人 拿着刀说别挡路 落地被吓到连连后头 后退中突然踩到了别人的街 落地抬头一看 是一个长相更和善的人 顾尤芬说的就要动手 正当落地准备与世长辞的时候 一个高大的身影帮落地辅助了攻击 小姐 你没事吧 落地看着眼前这个帮自己抵挡攻击的人 心脏扑通乱点 以为男主出现了 这时男人回过头来 原来是家里帅气的护卫大师 落地乱跑的事情传回家里 父亲不准他以后再一个人出门 躺在床上的落地郁闷的心 这个世界最原著的还原度高的惊人 作为配角的他 根本连男主的影子都见不到 一晃过了十年 落地现在都不知道男主们长什么样 这是一只黑色的大噗隆飞了底 原来是只信哥 信上说他的小说作品非常好 足以拿下同类作品中的第一名 虽然这十年他连男主的头发丝都没用到 但他也没闲着 在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商机 写了本名叫 《黄氏骑士团的二三世》的男主同人小说 这个女人穿越到小说里 身为配角的他 十年了 终于见到了男主 落地看到皇太子罗德的瞬间 猛地揉揉眼睛 心想他俩不是一个种族 落地瞟了一眼身边同样看着罗德的嘴 这位姐妹更是优秀 眼珠子快要飞到皇太子身上 只见罗德突然朝向一个方向移世 实现定主 落地看戏剧魂立马燃起来 是女主出现了 落地跟随着罗德的视野看 发现小说女主依福灵在角落安静地看书 丝毫没注意到罗德皇太子的灯淘 落地想起小说的情景 罗德第一次看到对自己全无兴趣的依福灵 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挫断 随后不死心地聊起了头 油腻地笑了醒 我真帅 落地目瞪口呆地看着 罗德真做了和小说一样描述的东西 憋着笑意盘算着以后开个算命管当的神 看着罗德中二的鼻 落地一顿大写的鼻 反观宴会上其他的贵族小姐 都被迷得找不着 纷纷表示想给皇太子殿下身后 落地伸出大拇指表示坎堤 罗德这活厉害 这时是从通报皇帝和皇妃来的 落地转头看到圆润的皇帝和皇妃 三连猛逼 这不就是胖一点的大叔和美丽的邻居阿姨吗 这时贵族小姐们发现罗德已经离开了 他们全部不可自拔地陷入了爱 落地看着小姐妹 这位已经快不行了 落地扒拉着小姐妹的肩膀心中 好姐妹 如果发现你有成为恶毒女配的势头 我一定会拉住你 回想小说里 等到罗德再次出场的时候 伊弗林已经和南二甲一四公里 还有南三摩塔主人阿尔文相遇过 落地盘算着还有五天时间 看剧不能少到的话 雄心壮志的是要安排上 这时他发现了艳护的主角黄女罗杰利亚 罗杰利亚也发现了落地的视线 转过头来对着落地玩耳一声 落地看到这么漂亮的人忍不住迷血之力 落地想不明白 这么漂亮的罗杰利亚 对南二伯爵贾尼斯死心塌地 关键是贾尼斯对罗杰利亚毫无兴趣 罗杰利亚竟然还跟伊弗林做好朋友 换做是他早就化为恶毒女配是所思了伊弗林 可这美丽的冤大头却说 伊弗林快乐贾尼斯才会快乐 回想到这里 落地无语地看着罗杰利亚 看今天时间不早了 落地和小姐妹打招呼 回到家中 雪拉叽叽喳喳地八卦着宴会的室子 她睁着闪烁的大眼 一问落地 有没有和皇太子擦出点什么花火 落地笑着说只是远远看了一眼皇太子 雪拉听到落地所说瞬间垫脸 不可置信地捏着小姐的肩膀要霜 落地赶忙借口洗澡浪跑 第二天惦记着棒米花大夜的落地 又兴致勃勃地来到厨房 只见厨师一脸嫌弃地看着罗杰利 回想起上周做的棒米花火火厨房的样子 德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问落地来干嘛 落地一阵言辞的宝赠 不会再像上周那样 德普拗不过他 只能同意落地借用厨房 落地摆了个话 依附你放弃 随后一顿操作猛龙 在德普一脸鄙视的眼睛 落地心心十足地打人过来 一道金光神龙飞出来 还怪 落地一脸沮丧地看着武器马黑的帮你 这个女人在追自己沉迷的小说时穿越进去 当她知道这是小说世界 熟悉剧情的她幻想着代替女主攻略男主 但是十年过去了连男主的头发丝都没变 闲下来发现商机的她写起了男主攻略 落地的小说一经出版 便受到帝国贵族小姐们的风向 必须得早早预定才有 没抢到的怒气冲冲都没差殴打老板 落地高兴地笑眯眯 仅仅十五岁的她就已经腰长望眶 女仆雪拉看着小姐摇头放脑上消耗气氛 小姐您在看什么这么高兴 落地赶紧把老主藏了再来 虽然父亲慈爱 但自己写同仁写说这个名 绝对不能让雪拉这个大女人 随后女仆雪拉开始给落地梳理发行 因为落地待会要去参加茶话会 落地看着雪拉把自己一头打倒 打理得如丝干顺滑心想起来 就是神奈之神 如果不是个大女仆那就完美了 雪拉是落地的贴身女仆 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打扮小姐 看着经雪拉的神手梳理完的自己 落地赶摆 雪拉 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搬搭完毕的落地 跟家里人打过招呼之后便出门了 经过上次落地的做死计划 落地现在出门都会有贴身护卫跟着 落地瞥了一眼 护卫是好护卫 身材也很好 奈何这头顶有点让人真不可以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两人来到奥利佛伯爵的府邸 落地走进去向一众贵族小姐打招呼 茶话会开始 落地一边吃着蛋糕一边听着他们讨论 还有不到十天就到罗杰利亚皇女拜生日宴会 有准确的小道消息说 这次罗德皇太子也不出席 听到这里落地没憋 闭口水通了出来 猛地回想起 小说里罗杰利亚十七岁的生日宴会 就是女主依佛林第一次登场的时候 是女主和男主献后的第一场 茶话会结束后回到家里的乐 开始整理他乱七八糟的思绪 他回想起上一世的悲惨人生 头疼的领导和学生 看不起他的父母 而现在父亲仁慈 母亲富裕 安逸又有点无聊的生活 落地心想 如果自己不是配举做好 离宴会还有十天 但落地并不在乎什么宴会 他只想在小说最佳观影图 边看边吃棒文化 第二天早上 雪拉把没睡醒的落地拉了起来 要去买领导 各种兴奋地想着 给自家小姐宴会上来的闪门登场 落地一脸头疼地说过我心里过 因为自己不是女主角 落地一点都不想起来 奈何雪拉斗志昂扬 兴高采烈地说自己要出去学习服装 势必让小姐咽压群芳 背着大包就出门游雪了 在宴会开始之前 雪拉准时回到宅 一推门就看到被暴雪花 封得有黑的落地 赶紧推着她去收拾她 看着忙碌巴星斯打翻此心 落地表示很心累 辛苦你们了 可惜我不是主角 折腾了一下午 家里的女仆们开心地 让落地小姐照照镜 落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吃惊不已 这会是我 妥妥的白妇美温 在感慨完 是女们的手都是上帝开过光后 和母亲打过招呼 便坐上马车准备去 那个她期待已久的场景 很快 马车行驶到了墓地 进入宴会厅和小姐妹寒暄一阵后 是从通报罗德皇太子 罗杰利亚皇太子驾到 就在落地看到罗德的一瞬间 她差点标出美丽的中国花 扇子一下没抓紋 掉到了地上 这也太帅了吧 这个女人穿越到小说里 不去好好走剧情 却干起了研究爆米花的大业 落地说在线看男女主爱恨情仇 少不了观影好大胆 爆米花 在第101次失败后 落地嚎啕大哭子 没折得厨师德普想地开导 没想到落地是个十分有原则 叹息一定要吃爆米花 得普感受到了落地的决心 认真思索起来 说出了是玉米的问题 咬低了这小姐就往市场上赶 这时的得普看起来 就像身高一米八五 在市场上发现一种 含糖高价格贵的 贵的就是对的 落地豪气递取 起手来指的老板高价的玉米 全要果然贵的就是好 落地心心念念的爆米花成功 看着整个厨房下起爆 得普的内心复杂 小姐高兴着好 落地抱着十年的科研成功爆米花 迫不及待地到头 下至仆人上至老师 视线范围内出现的活物 都被塞了满满一嘴爆米花 成就感满点的落地 放弃了邂逅小说男主 悠悠栽栽地边和仆人分享爆米花 等待着男儿登场的宴会到来 一不留神体重就悲剧的落地 差点穿不上礼服 心态躺平准备看洗了她 让女仆雪拉随便地打扮一下 嘀咕着这个世界真不让配角 美女那么多 帅哥就三个 落地语重心肠地握着雪拉的身体 表述了自己和皇太子没有戏的真相 雪拉恨铁不从刚憋着嘞 一副我不听小姐 你这是吃爆米花长胖的借口 好不容易敷衍了事的 落地精神逆语地看起来 当然 必须带上她的宝贝爆米花之物 对家玉米 落地想爆米花 还是得现做得太好 抵达城堡的第一件 服饰区宴会 落地抱着爆米花 悄悄隐藏在庭院的草莓 选好了对家观影卫 等待女主到底 物仪会小说里女主依福林出现 为了摆正鸟窝 她爬到树上 突然脚一划 依福林被挂在了大树上 在一旁吃着爆米花的落地心中暗起 果然和小说一模一样 这时男二公爵贾尼斯出现了 好戏即将上映 和面对男一皇太子一样 女主依福林对贾尼斯一览 是谁不认识的表情 看着贾尼斯深受打击的表情 落地在一旁笑风求她 贾尼斯表示 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助力 在贾尼斯帮忙 依福林从树上下来 着急想偷听 第一观影现成对白的落地 在靠经过程中 不小心踩中掉在地上爆米花 咔嚓 落地一个灵魂出窝 玩球了 面对贾尼斯之温的表情 她只想假装是路过的路 没想到贾尼斯 直接把她当作是厮食汉 坚持说落地 是跟踪她出来庭院的 落地十分生气 虽然小说里 贾尼斯的设定 就是从小被人跟踪 患有严重的母女 当然这个正对女主人性 落地急地对着爆米花发誓 没有跟踪她 这时依福林看不下去 和贾尼斯辩论起来 觉得落地是因为爱慕她 才会跟踪她 落地只是个可怜的人 落地一问三里 直接否则 然而在这奇怪的激变 加速了贾尼斯 进入依福林渔堂的宿 女人 你很特别 有趣 落地思索的是因为自己的乱劣 间接做了男女主的神助攻 可以觉得人生怎么这么悲悲 落地哀伤地抱着爆米花 准备一趟 但是贾尼斯不依不挠 实在是太欠点 这时候的落地深居反思 之前居然觉得 这火如此嚣张 火气上头的落地 此刻已按耐不住 身体的洪荒之力 扬言要反击贾尼斯 贾尼斯颇有玩味的低下 一连你能拿我怎么样的假设 落地以急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猛地把爆米花塞到贾尼斯 坐着鱼 这个女人是个狠人 别人穿越都是想着 和男主谈甜甜的恋爱 她却直接把爆米花 塞男主的鼻孔 落地表示什么男主 老娘不稀罕 被塞一鼻孔爆米花的贾尼斯 气得炸起来 却被女主义不灵来 落地趁机赶紧脚底抹油逃跑 虽然贾尼斯性格暴力 但绝不会把镜指向女人和喊 虽然小说设定是这样 落地还是忍不住脑补一些 贾尼斯鼻孔塞着爆米花 愤怒亏剑的情景 一头狼狈地逃回家里的落地 把侍女雪拉下的女孩 一边帮落地梳理 一边问发生什么事情 落地思虑再三觉得 还是不能把让公爵 贾尼斯吃点的事情 告诉雪拉这个大嘴 不知道 随便敷衍几句就回旁边了 很能一时爽 落地拿出纸笔勾勾信心 到底怎么样才不能被贾尼斯追杀了 与其去勾引男一男三 还不如抱紧女主的大嘴 落地越邪感觉越憋屈 不就是被塞个爆米花吗 男主了不起 好吧 好像是真的了不起 躺平的落地在思索着 怎么才能抱紧女主的大嘴 突然一颗爆米花从头上掉下 把落地扎醒了 他睁眼一看 是贾尼斯 贾尼斯来寻仇了 落地一边扒拉着爆米花扎向贾尼斯 一边哭着道歉 在鬼哭神嚎中 他惊醒了 原来是梦 天刚好萌萌亮 惊魂未定的落地 不忘记天使男三阿尔温出场的日子 摩塔的主人阿尔温 看着人畜无害时机上杀人不眨眼 但面对女主时却会变不温顺的小命 匆忙梳理一下打着哈迪 落地就马不停蹄地出门了 看着时间还早 他决定先去出版社 在等待店员通传喊店长的事件 落地看着曾经默默无闻的出版社 因为他写的同人想书 现在已经是间豪华店铺 落地满脸的欣慰 店长一听是落地来 几乎是从阁楼上跳下来 对着落地直接模板 落地回想曾经 为了让小说出版低头哈腰 现在真可谓是扬眉吐气 直接就成了店长口中的大事 因为写小说的这件事情 得家里保密 挣的钱也不能往家里来 只能暂时寄存在出版社 找店长ATM取完钱 落地离开书店准备去追货一把 在转角小巷里 他遇到了一个古兽如柴的小孩在想 落地突然想起 这是促成女主依福林和男三二温的路人甲 虽说是路人甲 落地还是不忍心地到面包店 给他买来了吃的喝 做完好人好事的落地在店里 一边想着怎么攻略依福林 一边等着他的等 突然一个人闯进落地的事情 穿越到小说里的这个女人 为了不被男二抱负 准备紧抱住女主依福林的大腿 落地看到一个身披黑袍的人 施舍了一块金币给巷子里的小乞丐 婉约的侧脸 如水般的鲜鲜玉手 人美心善除了依福林还能是谁 落地一个雄起奔出电 假装不小心摔倒在依福林的身上 这时小乞丐认出了 这是刚给过他面包的落地 正要喊他 落地一个面包塞住了小乞丐的嘴 连忙和依福林打起招呼来 依福林盯着落地好一会儿 想起了是昨天鼻孔爆米花的蒙女 落地连忙对昨天依福林就他一命表示感谢 在一顿大聊中 落地很是后悔输到用十方恨手 这时小说的剧情出现了 一个面目和善的混混提着小起根 威胁依福林把钱都交出来 不然小命不保 没想到依福林一脸无所畏惧地和混混争辩起 落地左思右盘 怎么南三阿尔温还不登场 按照小说里的剧情混混还没出场前 阿尔温就和依福林碰面了太队 等不及了 眼看混混一巴掌天灵盖地腐对依福林删下来 落地一把抱住混混的手掌囊住了攻击 配角果然是配角 混混压根没留意到落地的存在 面对落地 混混使出了沙包般大的拳头 女主就是巴掌 女配就是拳头 落地内心呐喊着 阿尔温你再不出现 我就要横四接头了 没办法 只有使用 超能力 落地怕伤到依福林 把他拉到自己的身后 紧接着拿出一张符 感受我的超能力吧 解除封印 是金钱的声音 落地把符撕开 立马刮起了一阵大风 直接把混混们都送上天去 面对一脸疑惑的依福林 落地解释说那是他去年收到的护身礼物 魔法卷轴 毕竟这是高级魔法卷轴 价值20个金币一张 之前小说的稿费 大多都用来买这保命的法宝 托这个事件的福 依福林和落地熟络起来 这下是互为救命恩人的朋友了 落地内心泪流满脸 抱紧女主大腿 不用担心成为贾尼斯的剑下冤魂了 虽然搞不懂为什么阿尔温最后都没出现 不过落地心里对他充满感谢 顺手掏走混混的钱袋 落地欢天喜地拉着依福林去吃好吃的 不远处的天边 一直观看着这场闹剧的阿尔温 本来是被女主光环吸引 忽然看到带有魔力的落地苦血 决定先观察一下 意外看到落地豪气的超能力龙卷风魔法 身为魔塔的主人立马感知那是魔法卷轴的气息 对着落地的背影贴下了有趣经据后消失不见了 这个女人穿越到心爱的小说里的 最大的乐趣就是在线看男女主的爱恨情仇 然而错过了男女主角邂逅的落地 此时一脸沮丧 女主依福林笑嘻嘻的讲述 在上一集和落地分开后 她发现自己的发家丢失 返回去寻找的路上钱包被爬手偷了 这时天使容颜的男三阿尔温出现了 拿着沾血的钱袋还给她 落地听完悲愤交加 这就是忠粉错过自己爱斗时的痛切心扉啊 落地内心纳闷倒 难道男三阿尔温必须在女主单独一人时才会出现 最期待的男三啊 拥有天使的脸庞 却能够杀人不眨眼 设定里阿尔温出身平民 年龄很小时就当上了摩塔的主人 反对的声音络绎不绝 阿尔温凭借强大的魔力 一息之间 摩塔里的三分之一的魔法师被斩尽杀绝 因此 阿尔温一战成名 成为众人恐惧敬畏的对象 没人敢再质疑她的能力 落地心想 阿尔温魔力第一 贾尼斯剑术拔尖 罗德打架也不输任何人 世界第一位爱争破头的玛丽苏剧情就在眼前上演 落地心里笑开了话 抬眼看了和她聊天的女主伊芙林 这位女主才是世界最强 毕竟把三个世界第一当备胎啊 世界最强的人现在是她的朋友 落地决定牢牢抱紧伊芙林的大腿 吃饱喝足的落地与伊芙林在家里的庭院溜达 没想到皇太子罗德出现了 作为书中的男一 落地可是用了十年时间都没遇上 女主的光环力量就是强大 落地一脸有戏看瞧着伊芙林和罗德 伊芙林一脸面贪淡然地和罗德打招呼 罗德露出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而落地就在欣赏罗德的美貌 罗德在遇上伊芙林后一度对自己的美貌产生了怀疑 但在看到落地痴呆地盯着她的脸看后 自恋的感慨 美丽真是罪魔 落地虽然很无语 但又不得不承认罗德确实是帅的事实 在却完自己的魅力后 罗德无视落地 重整其鼓向伊芙林推荐自己 使出蛊惑人心的笑脸之术 奈何女主不亏是女主 面对罗德诱惑地微笑邀约做朋友 红墙铁壁地挡回去了 罗德十分懊恼 不应该呀 看到我这种等级的帅哥不是应该要封球了才对吗 转身与落地打招呼 让落地掩饰一个正常人的反应给伊芙林瞧瞧 落地不负期望地回了个斩男必杀位 罗德看得眉头紧皱一脸嫌弃 落地尴尬地能用脚抠出个别墅 瞧着罗德后退一步准备开溜 突然身后传来一整沙沙声 一个黑色的生物高速地踹出来 罗德一边高喊着小心 一边把伊芙林拥进怀里保护起来 落地探头一看 是个长耳朵 雪白雪白的憨吐 落地内心爆笑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刺客呢 既然罗德想装英雄就美 他就来个顺水推舟 嘚瑟地嚷嚷着 小兔兔好可怕呀 感谢罗德在猛兽小兔兔手里保护了伊芙林 好厉害好棒棒啊 面对落地无情的吵合 罗德忍住了痛扁落地的拳头 因为他可是要连女主朋友都要攻略的设定 听着落地的莽言 伊芙林大笑起来 罗德瞬间就被伊芙林干净清澈的笑声吸引着 落地一脸苦笑 又是他这个配角神助攻啊 看着罗德对伊芙林的一顿恭维 落地吐出彩虹 面对罗德的无视 落地不痛不痒 反正她已经是女主的朋友 是一个成功的配角 作为一个穿越镜小说的恶毒女配 与女主成为好朋友 各自地调侃完男一皇太子罗德的落地 收到女主伊芙林的邀约 一起去图书馆 想起小说里图书馆拿尔甲尼斯与女主的好戏 落地兴奋的表情藏不住 最重要的是她现在是女主伊芙林的好朋友 不用担心被拿尔甲尼斯暴露 一想到待会会在图书馆与甲尼斯相遇 她可以躲在伊芙林身后的 落地感到一阵暗爽 伊芙林以为落地也很喜欢 觉得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匆匆准备好出发去图书馆 一路上落地使用叠角的温情 与伊芙林交流感情 图书馆就像一座城堡 伊芙林静指望她最感兴趣的文书为书架走 落地东张希望寻找紧与斯的身影 发现她就在伊芙林自有 故事的情节开始 伊芙林沉迷看书 没留意到头上的书本的调整 眼看马上就要扎中伊芙林 贾尼斯潇洒地接住了落下的书本 固住了伊芙林 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 再加上油腻腻的台词 让落地自插双目 看到落地靠近 贾尼斯露出凶神恶煞的表情 八步的生吞活管了落地 落地懊恼的想不就是之前 被我塞棒里挖进鼻孔 真是记仇的一栋鼻孔 碍于对伊芙林的喜欢 贾尼斯还是寻力问了 问落地他们为什么在一起 落地一边挽抵伊芙林的手 一边炫耀着自己 与伊芙林是好朋友的身份 看着贾尼斯咬牙切齿 怒火中烧的抚养 落地心中一顿暗暑 右部试验记地对伊芙林 殷殷殷好害怕 贾尼斯要杀了他 伊芙林拦在落地身前 表明了他俩是好朋友的立场 贾尼斯看着伊芙林 还有后面蹦迪的落地 内心复杂凌乱 落地想着 反正你们男主都要围着女主 他是绝对不会离开 女主这个风水宝地 瞧着落地嬉皮笑脸 贾尼斯巴不得上去 就是一顿胖揍 见到如此的贾尼斯 落地笑开了花 眼看就不过落地的贾尼斯 说完台词就退场了 看着贾尼斯离开的背影 落地没差掰断 当初给贾尼斯角色 写加油留言的时候 他那会一定是凤凰 离开图书馆 外面是天气大好 细心的伊芙林 看到落地一脸想去逛逛的东西 把书还回图书馆 邀请落地去逛逛吃东西 伊芙林的突然热情 让落地感觉事情不简单 穿越到小说中 为求保命的卑微女配 在线成功报警女主大胆 面对女主伊芙林的 突然逛街邀请 落地虽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 但也没往心里去 天气这么好 郑和是享受美食 反正也饿了 就带伊芙林去著名的邂逅圣体 南三阿尔温的地盘吃饭 落地心里暗想 要是能碰见阿尔温就好了 落地正和伊芙林 介绍着店里的美食 抬眼一看 是阿尔温 天呀 这是重彩料吧 偶尔出来吃个饭都偶遇难住 落地激动地直接实话 阿尔温亲切地和伊芙林打招 老坎伊芙林 今天应该没有一世情操了 落地在一边扮演的背景 一边被阿尔温的美貌抱惊醒 阿尔温作为摩塔的子 从身份上说 其实是给平衡 问题在于摩塔的影响 苦于全盛时期的摩塔主要二 远不是一个贵族 能与他相提并论 硬要比喻的话 地位等同一名国王 伊芙林做梦 也不会想到自己正把一位国王 当成朋友班队来 伊芙林与阿尔温聊的心情 一把拉过落地 向阿尔温介绍 阿尔温给了一个眼神 就把头扭开了 直接说没兴趣 转身一个瞬移魔法离开店 落地已经习惯 作为一个被忽略的配角 能见到心中的角色的他 此刻内心激动得无法连语 伊芙林一脸担忧看着落地 生怕阿尔温的不留 给他的好朋友带来伤害 落地不以为然地安慰伊芙林 伊芙林露出反感的表情 落地愣了愣 寻思着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因为伊芙林的表情瞬间及时 落地忽略了匆匆识问 小说里记忆模糊的语 回到住宅的落地还在答案 今天居然能一口气 遇到三个男主 欢天喜地地圈起了 今天定为美来 哼着小雪儿美滋滋的落地 碰见了桃花的雪拉 得知大家都在等她时 落地一阵疑惑 跟着雪拉往会议室走的路上 落地越想越不对 一边开会一边等她 贵族千金 落地爱特里 18岁 没有男朋友 难道是 落地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瞧着会议室里老爹真实的目光 平时不会出现在会议室的妈妈以外 果然这次的会议主题是 她的婚事没跑 落地誓死如归地端坐入座 闭着眼睛拨出去 打断了父亲的情况 表示政治联姻什么的她 还太小了一时 父亲一脸慈爱说 打算全力支持她用爆米花创作 一瞬间 小丑居然是自己 落地老脸通红打着哈哈 说她刚什么也不说 父亲认真的和落地 看讨爆米花的过分 落地幻想着用爆米花征服世界 一夜抱负成为人生赢家 金钱才是永恒的真理 眼瞧着母亲一脸担忧 落地默默拍了拍母亲的肩膀 虽然很想说她有朋友的问题 什么都不用担心 但是又不能做 雪拉悄悄贴近落地 眼眸青光不灵不灵地 问是不是马上要爆火 和雪拉沟通美好明天后 落地总算回房间休息躺下 回想今天真的是好忙碌的意思 珍惜美男集体出动纪念日 就定为国庆日吧 魔法卷轴是落地 用金币换来的小说 世界里的宝令 闲着清点了一下 还有七张 觉得最近用不上 就没打算取获的落地 很快就会为自己的天真卖单 睡到日上三单起床 很草紧回的落地 收到雪拉女徒送来的请 一看居然是拿二甲的四季 难道是战书 落地哆嗦的咽口鼠 昨天的嚣张果然是要反 打开一看是邀请函 落地松了口气 想着这邀请函 应该也有给女主一佛力 立马就有精神了 这可是小说里的高逃 柔弱的女主 在去参加茶话会的路上 遇到威胁 除了能欣赏拿二甲 一丝高超剑鼠 还能领略到传说中兽人 能在危险度为百分之零的 绝佳VAP会领袭 女主的身边近距离观赏刺刀 落地兴奋的没岔原地 今天的安排就在家养的旭瑞 为了美好的能力 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 落地此刻开心的就像个两百斤 旋转跳跃祈求明天别下雨 路过的雪拉露出 疑惑又略嫌弃的感情 第二天去贾尼斯家里 得路过一座山 以前这座山很不平坚 到处都是怪兽 贾尼斯身为帝国最强的剑士 无费吹灰之力消灭所有的怪兽 还这座山一片宁静 直到女主伊弗林出现 伊弗林起意爬山过去不容易 落地迫不及待地一起 沿别进爬上山 果然没有危险 也能创造危险的女主伊弗林 兽人出现了 落地紧张地打扰着 传说中的兽人 浑身上下绿油油 强壮的身体顶着个大猪头 在一旁看呆了的落地 视线忍不住对兽人一顿扫 感受到落地的视线 兽人挥出一拳头 此刻贾尼斯抵达战场 看着兽人 贾尼斯默默扶了下额头 居然还有残疑 使出眼神杀 用杀器束缚束束困住了兽人 正准备抽出剑干掉兽人的贾尼斯 抬头看到落地一针一笔 害怕又想看那眼神 一脸嫌弃地把剑收起来 露出邪恶的微笑 一把冲向前抱紧女主伊弗林 速度之快让落地炸死了 落地脸都死 看着贾尼斯抱着伊弗林 消失离开这个威胁 愣愣的落地好一会才难怪 贾尼斯带着伊弗林离开 丢下她的事实 就是为了故意整她 懊恼的落地八步的一手掐死 毕竟作为贾尼斯近期 最想错补杨晖的狗 蠕洞跑到了兽人堆了 这么好的事情 肯定要拜拜路 气得眼球都要炸裂的落地直骂 贝觉得待遇也太悲惨了 扎心的落地看着同队流死 兽人也觉得贾尼斯很不上道 纷纷对落地表示同情 落地觉得贾尼斯 还不如兽人有人情味 直到兽人表示同情归一起 还是要杀了她 落地一口老血跌倒 怒偷出所有魔法卷轴 先发致人的攻击起来 超生气的落地一顿狂输出卷轴 一边骂街一边看着卷轴 带起的龙卷风 兽人全送天上去 在一顿疯狂输出后 整个山头一片干净 落地得意的像消失天边的 猪头兽人挥挥手 眼瞧着还剩下一张顺移的卷轴 抬头看见折回来的贾尼斯 一脸惊讶 贾尼斯居然回来了 看着她无语的表情 落地表示她动物 想起贾尼斯最讨厌她消失心 落地轻烈地笑着看着贾尼斯 启动了瞬移的魔法卷轴 面对凶猛的兽人 贾尼斯坏心眼地救走伊芙林 留下落地 在临走前留下足够锁住兽人的魔力 毕竟她并不是想让落地陷入陷阱 只是想吓唬吓唬她 回想落地之前像给狸猫一样张牙舞爪 魔法卷轴一大把 自作聪明的贾尼斯 这下彻底蒙蔽 想不通落地究竟是何方神圣 真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女人 下一把 落地再次启动魔法卷轴顺 消失不见 留下了一句优美的英文和蒙蔽的贾尼斯 耍帅玩的落地蹲在地上 躺着顺一卷 带着顺一卷 顺一卷轴把落地带到了手指 步行界中心 来都来了 就去补补魔法卷轴的货 身为佩队 命迪土豪 推开魔法卷轴专卖店的门 一片金币辉煌 落地感觉如果没带够钱 随时会冒出一位 珠光老弃的贵妇的死的事 习惯地坐下掏出钱的落地 店长达普拉迎娃出来 对着落地一顿扫尸 认出这个是经常光顾的冤大头后 殷勤围绕着落地一顿彩虹屁疯狂输出 受不了此般热情的落地 一把捂住达普拉的肚 直奔正体 选魔法卷轴去 达普拉看着落地一张又一张的小卷轴 金钱的声音就在耳边奏起乐曲 拿到需要的卷轴 落地慌忙离开 毕竟真的受不住达普拉的热情 不知不觉走到一条阴影的小路 想着本来此刻应该是休闲的下午茶 时光却泡澡 落地心不在焉地想紧快离开这条阴影的小路 路上一个人迎面撞上落地 抱着被撞到的胳膊嚷嚷打一口 紧跟着一群人围了上来 这是要碰瓷啊 落地冷眼一瞥 现场飙了一番奥斯卡女主才有的眼睛 痛苦跪地大喊着我的心脏 手紧捂着胸口大声咳 脸色发紫的倒地不起了 地旁的小混混的见过慈德场 眼看着落地半死不活向他们招手求救 吓得屁股尿流的跑 落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移动 直到小混混跑远 排排屁股站起来 得意自己精湛演技的落地 臭屁的想着最佳女配角舍他骑谁 抬头整理钢巴地上弄乱了的发 天空飘下一张魔法卷车 落地紧紧握住 左看右看四项无人 他开心地把眷主收起来 伸张正义后免不了不足 落地美滋滋地去新开业的甜品店 享受水果塔 一个又一个水果塔好吃地让人落了 在落地思考着要不要再吃两个食 窗外响起小混混的声音 落地一个蹲下 使出你看不到我的自我催眠 要是真的被发现了就伪装 太想吃水果塔而打湿的将士 或者直接打包溜之蛋 落地认真地想着那种 被门声响起 落地有不祥的预计 赶忙摘下头发遮住你 果然是那波小混混 真是冤家路窄 原来是那波小混混的 偷偷看上貌美的店主 上门纠缠 店主推托着还有客人 让小混混赶紧离开 小混混马上就认出了 刚刚装尸体的落地 毕竟那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不是每个人不能拥有 趁着小混混们真好不休时 落地掏出回家的瞬移魔法队墓 大喊一声 我先走了 拜拜 一个拥有天使容颜的男主 牵着你的手在天空中起舞 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阿尔温开心地捉弄着 害怕掉下去的落地 落地被阿尔温那耀眼的 美貌闪瞎了眼睛 浸染着夕阳霞光的阿尔温 眼里只有他一人 或许是这个世界太无趣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趣的落地 阿尔温上了心 先是给落地步娃娃身上 加了定位魔法 防止落地出意外 只要练了自爱 那就肯定跑不掉 落地已经被书中 最大的反派盯了 趁落地去换衣服时 女仆们把落地保命的 魔法卷轴全换成 换成能顺一道超多魔物的卷轴 参加狩猎大会的落地 被魔兽追赶 情急之下再次启动了魔法卷轴 陌生的环境 魔兽的咆哮声四起 一直赖以保命的魔法卷轴 从而催命中 落地待住了 这次要交代在这里 魔兽猛的跃起 要把落地撕出碎片 阿尔温就像天使一样降低 挡在落地的身前 消灭了魔兽 回头一看 落地已经吓晕过去 阿尔温小心翼翼地 把落地送回家后 就着手调查事情原因 为什么落地会突然 被传送到这么危险 幕后的人是谁 阿尔温从魔法卷轴 发送的查起 找到了一个二五载 在逼问下 二五载供出了幕后黑手 阿尔温也不含糊 直接把幕后黑手的 整个家族一窝端 对于此事的食用者 阿尔温把他送去了 之前他陷害落地的 那个魔物超多的森林中 施加了循环咒语 让他重复不断体验 被魔物撕裂的恐怖体验 而落地 在阿尔温干完这些事后的第三天 总算苏醒了 一睁眼看得已经快掉痕的父母 还有一众哭得噼里啪啦的家伙 落地黑黑笑着说自己没什么大 只不过是从兵临死亡的 绝境中逃生而已 当然 这句落地没有说 怕家人们更加的担心 好不容易安抚完家人离开的落地 起床准备做一下 第八套保护体验运动下身 阿尔温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房间 笑眯眯地看着他 使用魔法把落地强制送回床上休息 落地紧张地捂着双眼 不敢指使阿尔温 经过这次的历血 落地明白了自己对阿尔温的内心 看着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的落地 阿尔温说 我想明白了 我不仅无法出手伤害你 也无法忍受你受到伤害 更无法容忍别的混蛋伤害你 落地愣住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话的意思是 我不能容忍你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 听懂了吗 这是一种很新奇的感受 但我并不讨厌 看着眼前笑容灿烂的阿尔温 落地的内心止不住 碰碰碰的加速 感觉快要因另一种原因而昏倒过去 直到阿尔温离开房 落地久久不能回魂 小姐 雪拉闪现出来 吓了落地一跳 直接她眼冒精心地掏出讲八卦的装备 地图指着之前幕后非手的家 画了个叉 这里被灭文了 雪拉说 落地一脸惊讶 连问为什么 雪拉也说不出所以 只知道是摩塔那位出手 落地心想 肯定是阿尔温出手 这手段真是可以 一想到现在阿尔温是她的男朋友 落地开心地垂床 直到雪拉八卦隔壁谁和谁太阳 提醒了落地 阿尔温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我 那现在和她算是什么关系 是暧昧吗 不清楚现在是不是在和阿尔温谈恋爱 烦恼中带着些许甜蜜的落地 接待了同样来咨询恋爱问题的贾尼斯 一顿交谈下来 贾尼斯的烦恼解开 落地为他这位一般朋友贾尼斯的地方 贾尼斯正要离开至子 落地的步骤从天而降 阿尔温来了 悟满地问落地为什么没随身带着碰他的娃娃 落地咕噜了一下 就是在自己家里没有威胁 在一旁准备离去的贾尼斯 顺口问了一句阿尔温和落地是什么关系 阿尔温没有去说 而是把手往落地监守的把 什么关系你看不出来吗 看着落地跪着的场景 贾尼斯直夸他们的取向鬼 阿尔温毫不客气反击 既然知道了就别碰你 贾尼斯说自己没下 落地很难闷 真是什么跟什么呀 为了不让阿尔温露 急忙解释一番 贾尼斯是他的普通朋友 阿尔温是他的暧昧对象 看着落地笑黑黑的呆样 贾尼斯为他感到高兴 送走贾尼斯 落地好奇阿尔温来干什么 阿尔温让落地抓住不往的手 念咒语 我们家 魔法启动 下一秒 落地与阿尔温距离魔塔 落地一脸疑惑 为什么咒语会是我们家 阿尔温说 因为很快就是了 落地惊得变火车头 这进度 未免也太快了 阿尔温笑了笑 开始带落地参观魔塔 落地还在震惊中 不知不觉到了阿尔温的工作室 一大堆新奇熟悉又陌生的魔法用 落地乐得哇哇大叫 阿尔温拉过落地的手 给他带上一枚戒指 这是一枚攻击魔法戒指 顺移到魔塔的庭院后 阿尔温让落地试试说话 正当落地以为是那种 可可爱爱的小火车 所大的火球喷射而出 就像一条火龙 落地吓得眼珠子秃疼 阿尔温对效果很满意 接着让落地说说雨时 线宇宙之外一颗陨石 在飞速流过的亭 问到陨石这么壮观的藏物 不会是指天上那的吧 话音刚落落地捂着嘴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天上下起了陨石 伴随着轰隆隆的陨石撞击声 落地头都凸了 绝对绝对要把这戒指封印起来 听到那么轰隆的陨石声 魔塔的其他人都跑了回来 见到戒指戴在落地手里 吃瓜群众八卦地问落地是什么 阿尔温不紧不慢地说 是女主人 魔塔的女主人 这是表白了吧 落地一阵脸红而赤 回到家后的第二天 落地睡得无氧的差 外面女仆们一顿尖叫地 冲进她的卧室 小姐 你收到求婚书了 还是魔塔发来的 上一秒还在你一户的落地 瞬间正醒了 整个宅邸闹翻了天 不知内情的父亲母亲一领一 毕竟阿尔温在外面的宫廷 可是天使远苦 却杀人复杂也不饿 在落地的一顿警示下 父亲母亲虽然呆了我 但想到女儿找到一个不错的人 都很替落地高兴 落地默默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幸好说服起来 比预想要给女儿 准备婚礼很顺利 这位穿越到小说中的女配角落地 现在身穿婚纱 嫁给了书中的主角阿尔温 穿越到小说里和男主结婚后 是不是会过生幸福生活呢 新婚不久的落地 和魔塔里的阿鲁伯喝茶闲聊 阿鲁伯说塔主自从和落地 已婚后变得很安选 落地一口茶喷出来 黑黑笑着问什么时候还他 阿鲁伯认真地摇摇头 落地久违的言议情不自禁 阿鲁伯连忙说 夫人你想啊 原本塔主主是别人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处死 一种是放生 没有折中选项 落地一脸淡然的呵呵 但是最近有折中方式了 那就是打的 阿鲁伯笑开了花 好像是多么大的善举式了 你能感受到塔主的变化吗 不能 落地心想 打多几顿还不是照样过光 还不如直接地断人道一邪 夫人夫人 匆忙跑进一个摩塔的员工 打断了落地的面 落地问 怎么了 员工连忙道 求求你帮忙劝劝塔主大人吧 落地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 和员工前往找塔主阿尔温子 平时落地挺闲的 但是需要到他出马的话 那事情肯定因他而起 果不其然 阿尔温改到三个背后 都落地犯化的员工 作为护妻狂魔的阿尔温 秉着老婆只能我欺负 其他人屁都不能多放一个的原则 真准备把那三员工干掉 就因为他们说落地的头发像扫妆 落地无语看叹气 瞧着被阿尔温揍得鼻青连嘴 人工酸气 落地无奈地挠挠 虽然自己也很不想到他们说话 但又不能过失败 要是他们被阿尔温揍死定利益 晚上给他报梦 阿尔温怒口说不要拦我 落地无语地扒了他 好歹也问我为什么要拦 阿尔温贴着落地的额头道 客人 你拦我一次 晚上就要增加一种姿势 瞧着阿尔温那闪瞎眼的母王 落地瞬间红了脸 疯了吧 疯了吗 当着这么多人的脸 落地脸颊红得烹火不经退后半步 阿尔温接着说 你知道我一向说到做到 落地撇了一样三个猪头员工 意思意思地开始拦阿尔温 一边帮忙数拦了多少次 就这样 那天他们度过了一个火热的夜 梅图 坐着梅花 几年后 作为落地一般朋友的男儿 收到落地盛情的宝宝周岁宴会邀请他 通篇好几页指的重点是 期待他通满意识的 贾尼斯一脸不爽地摔掉心 我可是大忙人才不去 到了宴会当天 贾尼斯踏着沉重的步伐 还是来敷宴了 落地兴高采烈地迎接 一番条坦厚刀道 怎么没带你搬过来 贾尼斯意外落地怎么不知道 落地得意地说 朋友之间是没有秘密的 贾尼斯突然顿悟 原来家里突然收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都是落地的手笔 落地自豪地拍拍胸口 表示还送了一堆实用的水 贾尼斯气得鼻孔生烟 愤愤地说书全烧掉了 这是最后一次纵容他的恐怖心 落地略略略取舌头 连朋友的心意都不懂 阁下真是个过分的傻瓜 贾尼斯不好意思地哼哼 毕竟他现在是真的有一位 开始交往自己 也多得落地创办的博姿 让他那些恐怖的私生死消失 他的女性是最正常的有好准 虽然不服气 但是还是得承认落地的功劳 落地接着觐见他的小姐 什么结婚勤俭要粉红色的 要不没红色的也可 贾尼斯让他别想太远了 趁着落地去招呼客人的功劳 贾尼斯好不容易松了口气 和其手里的果价 是他喜欢的 看样子带他一起来参加宴会 应该也不知道 通过后 贾尼斯还是收到了落地死心不止 落地收到的话 有骷髅头上的黑色 丝滑的金发 红色的瞳孔 这个像天使一般的长头发小男孩 兴高采烈地喊道 傻瓜 找到你了 被换作傻瓜小女孩一脸不乐意 我不是傻瓜 我有名字的 小男孩说我知道 小女孩问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叫我傻瓜 小男孩理直气壮地说 因为我想这么叫啊 小女孩生气地嚷嚷着 我不要 小男孩有点失望 就那么不喜欢吗 那好 以后我就叫你瓜傻了 小女孩思索了一下 觉得瓜傻怎么也比傻瓜好 就同意了 小男孩笑得灿烂地唤着 瓜傻 虽然有点点不乐意 小女孩还是硬了 小男孩一边说着真乖 一边摸摸小女孩的小脑袋瓜 牵起小女孩的手 说 瓜傻 走吧 小女孩问 去哪里啊 去有漂亮东西的地 小男孩打 小女孩想了一下 认真的说 漂亮的不就是你吗 小男孩走在前面 没回头 但是脸红啊 傲娇地说 我是特别漂亮 现在去看的是有一点漂亮的 目睹小男孩与小女孩 这一波操作的落地 一本正经的和阿尔温说 你的仔 在勾引迪安娜 没错 这位金发红铜的小男孩 奥特 是阿尔温和落地的孩子 今年五岁 继承了他老爹阿尔温那天十多年 感慨儿子长得和老公一模一样的落地 阿尔温却说儿子长得更像他 落地一脸疑惑 阿尔温认真的说 一样的超可爱 落地心里倒是觉得 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迪安娜更像他 那个被奥特换作刮赏的小女孩 是雪拉和比修的女孩 既然老公夸他可爱 他也只好着厚脸皮接受 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阿尔温接着说 儿子漂亮也是随 心情大好的落地 接着看两个娃到底要去哪里 眼瞧着他们来到一片草地上坐下 阿尔温给落地磕 那是放置精灵石的地方 是用来装饰树的 在草坪上做好的迪安娜问奥特 漂亮的东西是什么 奥特兴奋地说这就给你看 然后召唤出精灵 落地傻了眼 这是什么 居然是精灵 阿尔温给落地刻骨 因为有精灵石 所以可以召唤出精灵 精灵在空中挑荡起舞 看得迪安娜哇哇只叫跳 精灵向迪安娜自我介绍 自己是终极水精灵 迪安娜不懂什么是精灵 奥迪说管她是什么 漂亮就行 水精灵姐姐默默流泪 把我当观赏用的也就只有你俩 落地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新大人 对阿尔温说 我们家的咋好像是天才呀 阿尔温不以为然 当然了 毕竟是我的孩子 看着阿尔温洋洋自得的哭泣 虽然有点不服气 但是这是自己的老公 自己的儿子 算了算了 看着孩子那开心的玩笑 阿尔温拦住了魔法球的话 靠近落地 差不多看完了 现在请你专注于我 说完 阿尔温倒起落地放床上 落地说 奥德不想要弟弟妹妹 阿尔温说 那是他的意见